我周六不打 可是我周日回到球场 日前因被捕受伤而连续缺席四场比赛的 NBA发展联盟圣克鲁斯勇士队球员林书豪宣布 即将返回赛场 但他也在脸书上透露 自己在球场上遭到歧视 被人骂作新冠病毒 可更荒唐的是 一家媒体在报道此事时 却为了侮辱大陆 将林书豪文中的新冠病毒一词 翻译成所谓武汉肺炎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 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早已经使用新冠肺炎这一词 但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日前在台立法机构质询时 仍然沿用所谓武汉肺炎的说法 对此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 罗志强在脸书上发文 除了声援林书豪之外 他也批评称苏贞昌仍旧不愿改口称新冠肺炎 丢光台湾人的脸 而党内网友也纷纷留言支持罗志强 有网友表示 不意外 炒作族群对立不就是绿营专长吗 还有网友讽刺称 强悍是假 真相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对于民进党当局 仍然使用这一污名化的名称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曾表示 民进党当局无视世卫组织的正式命名 以及关于疾病病毒的命名规范 蓄意使用污名化称谓 用心卑劣 我们一直坚决反对 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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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